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这个视频,我们将会学习的是 三年级科学单元时机械 在这堂课当中,学生们将能够说出滑轮的定义与用处 那么,我们来看看课本第128页 我们一起来看看课本128面 小河马的问题 图中人物如何轻松地将东西搬上树屋 看完了小河马的问题呢 我们就来观察一下128页的漫画 我们看到他们把屋子建在树上 然后呢,我们来看爸爸 爸爸正在做什么 他把东西呢,放进一个桶里面 然后呢,他只要拉一下绳子呢 那个桶呢,就会从底下呢 跑上去树屋上面 这是为什么呢? 他用的是什么魔法呢? 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到有个小朋友 很好奇地问,那是什么? 而且你们看,桶里面装的东西都是很重的一些东西 想一下看,如果叫你们把这些东西拿上楼去 那有多累啊?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魔法的物体呢 能够帮我们减轻我们的工作量 其实同学们,这并不是什么魔法 让我们来看看课本129页来找出答案吧 其实啊,这一切都要感谢滑轮 什么是滑轮? 我们有看过滑轮吗? 其实同学们,在周会的升旗仪式上 你们也许已观察到 每当负责升旗的同学把绳子向下拉 旗帜就会往上升 你们知道这是怎么做到的吗? 让老师来告诉你们 旗干顶部的轮子叫做滑轮 它帮我们升上旗帜 滑轮是一种简单机械 能用来提起重物并运到高处 使人们的工作变得较为容易 有些滑轮可以让我们在提起重物时 节省力气 同学们,这就是滑轮的用处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那么在还没有关闭这个视频之前 请帮忙老师按赞、订阅、分享 以及留言这个影片 谢谢大家的合作 再见 再见 谢谢大家的观看 谢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